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仍有郭Sir 想跟郭Sir說一下 今天跌得比較多的股份 一些異動股 好像中煤能源編號1898 今天的成交金額暫時排行第一位 跌得非常之多 現在跌接近14% 做8.54 為甚麼呢 因為在山西礦井發生事故 有10個人遇難 這個礦場 累到股價顯著授額 我想問郭Sir 煤炭板塊平一下前景 今天又是礦場發生的事故 其實都不是新鮮事 不如又說一下 對股價有甚麼影響 其實基本因素 一般又不是差得那麼緊 首8個月的煤炭燒程 同比增長了13% 其實電煤在內地的需求是很大的 不過有時候有些礦井下面 如果真的出現一些意外 令到人命上面的傷亡 大家都不想見 但這是一個高危的工作 有時候沒有辦法 我和大家講講 兩年前我去過山西 看一個煤礦 那個礦是做焦煤的 產焦煤的 相對中煤能源是電煤的 焦煤是用來煉鋼用的 我當然去了解 當日去到礦井 就問問 原來是六千尺 或者七千米 應該是六千米或七千米 地底 即是兩萬多尺 我不知道是六百還是六千 始終是很深很深的 好像是六百米 不是六千米 是六百米 即是兩千尺 由地面到地底 都要十幾分鐘 老實實 我真的不敢去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真的下去的話 我想我心裡要跳到 好像波羅那麼大 但是看著那些釣煤 上面又站著十個工人 下面站著十個工人 垂直就一直下去了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他們的勇氣 當然中國現在的經濟 遲早都高速增長 不論是商業 或者是工業用的電 都越來越多 儲存用的發電用的煤 早前推分雜誌 都是只有七日到十日之用 即是說 你根本上是沒有空間 是不斷去挖掘的 你跟一些 好像其他地方 好像日本 或者德國的不同 因為真的有核能來發電 其實核能發電 是最環保的 不過也是很危險 很多國家暫時有計劃 盡量少用核能發電 甚至是不用的 但無論說是容易 真的要實施這個政策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電煤的燒程其實很穩定 但這次的事故 就會令到 可能這個挖掘的時間 就會停頓一段時期 多多少少影響了業績 只是說 在現在這一分鐘 市場比較信心 比較薄弱 如果有些負面的新聞出來的話 就會觸發一個拋售潮 其實中梅能源 早前的股價 一直都弱於大事 因為上一次業績公佈的時間 他提到用90多億去發展 外夢一個了數的項目 長遠來說當然是有利 但90多億當中 有七成是來自銀行貸款 你真的要承擔銀行的利息 這一分鐘來說 借貸的息口這麼高 其實利息支出是很大 大家擔心利息支出 會令到全年的牌食政策 會有所變動 所以股價在早前 就算一種煤股 都是受追捧 尤其是他一直都是反覆偏遠的 但在九個多人潛載 簡單來說九元的水平 其實防守性是相當強的 之後曾經一度抽到十元以上 但始終抽一抽之後 力度還是比較薄弱 現在大市相對的氣氛比較保守 今次出現這件事件 也觸發了另一股拋售潮 可以簡單來說 如果市場氣氛不是那麼保守 避險情緒不是那麼高漲 事件就算出現了 股價要跌 都不至於今天一跌就跌到15% 現在加上一些11元12元 買的那些止蝕的沽額 或者10元樓上買的那些止蝕的沽額 以及一些一路長期拿著 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有一點點真是案內不住 多人不好 都是拿錢算了 遲些再買回來 這種心態 連同基金在避險情緒高漲 要面對熟回 也會持續沽售 所以令股價出現比較大壓力 基本因素方面 暫時來說 好的也制止不到股份的下跌 如果不好的話 就會加劇股份面對的壓力 所以如果持有股份的話 就不要問問應不應該走 你反而問自己 你拿著股份相對自己的資金狀況是怎樣 簡單來說 如果你拿著貨幣不是太多 仍然還有一些資金在的話 你就需要保守 但不需要害怕得那麼緊 但如果你收上資金真的沒有的話 全部都是股份的時間 不跌了你也有壓力 一跌起來你的壓力更加大 你老老實實 唯一自保的方法 只能夠減持 輸和贏 反而都仍是遲要 另外講完國中煥能源 其實都想和郭Sir 又是講一隻跌得比較多的股份 就是離不開 施折330 單單三個交易日 已經跌了50% 看到他剛剛曾經去過10.38元 現在是做10.44元 跌成超過14% 又再創超過一年的低位 想問郭Sir 看到他出了業績 一個驚訝的業績之後 其實大罕都紛紛出報告 巴克里斯出了一個報告 說他的目標價值10元 現在都差不多到這個價 郭Sir你覺得他值多少 其實我不想說 我看他的看法是值多少錢 我就覺得他很難離定 他值多少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業績不好 這個已經是公佈了之前 股價都下跌了 但是這個反應是否足夠呢 其實股份是看前景的 他未來這幾年 要動用185億去打造他的品牌 首先整間公司的市值只有135億 你怎樣用185億錢從何處來 這是第一 第二 你今時今日 你再用這麼大的數目 天文的數字 去打造你的ASP的品牌 我自己覺得 其實就真的遲了 可能說是試賠 功半 況且 投資市場是很實際的 如果你有些拿著現金的投資者 你會買私捷 還是買其他股份呢 一隻股份是賺錢 只不過現在受到市場氣氛所影響 股價下跌 這是很無奈的 但一隻股份的下跌 不單止受到市場氣氛所影響 而且基本因素亦欠佳 加上未來這幾年 你就不要想著去派息 不單止 如果業務的發展 如果前景不明朗的話 185億放下去 未必一定可以起死回生 這些種種種 加上不明朗因素的時間 你要來定去 看多少錢 是很辛苦的 去年每股賺7個先 你計算數 現在的市盈率 其實我都不要說 只是百多倍 當然不會說 10倍市盈率只有7毫 我不敢下跌這麼低的結論 但我自己覺得 一日去明朗之前 我們就不要估底 千萬不要因為20元 建議20元 覺得10元便是抵 見到9.5元又抵 100元又抵 其實最重要是抵 是因為業務前景帶來的盈利貢獻 新值每股的股值 看下去 這個抵不抵 這個才是重要 但即使是這樣也好 都沒有用 因為避險情緒這麼高漲 歐洲那邊的局勢始終都不明朗 在這個環境之下 基金入市的態度是比較保守的 還值得提 私捷環局好像沒有什麼大股東 全都是基金和省戶 老老實實 在今天這個環境 如果真的要集資的話 要是配股 要是公股 要是公股 那你做哪一件事 為市場來說 帶來很大的壓力 況且老實說 這麼多間大行出的報告 都看得不淡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集資的話 又有誰會去做 是吧 看到股價方面 都跌了超過14% 可能還可以跌了 家庭公眾真的要先觀摩一下 不要想著這個時候入貨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有郭Sir 依然會在這裡和大家聊天 有任何疑問 記住打電話來 204-6566 和傳電郵給我們 ASKFBSChannel.com 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